面对不断失利的中高端市场,丰田还会给一气多少机会。 眼下,行业正在达成一种共识,作为最早开启合资时代的一气,在后合资时代正在被同门兄弟赶超,一气丰田还能坚持多久。 文家飞猫图来源网络过去的一周,丰田的双车上市刷爆了汽车圈,然而同一平台的两款车型,对各自品牌却承担着不同的意义。 如果说CHR对广汽丰田意义重大的话,那么早已不上市的一则,对一气丰田来讲,则是不容有失。 近日,一个走访丰田品牌北京区域经销商,发现了非常尴尬的一幕,在广汽丰田的经销商店里,凯美瑞、哈兰达等中高级车型,均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,而在一气丰田的店内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场景。 还被到店的一则成为了唯一一款没有优惠的车型,其他车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优惠,并且据店员透露,皇冠等中高级车优惠程度,已经超过2.5万元。 但销量依然不理想,尴尬的背后也凸显出一气丰田的隐忧,凭借小型车的降价促销,带动整体销量增长。 但中高级车几乎整体沦陷,昔日的涨上明珠皇冠,甚至传出退市的消息,缺失顶端支撑的一气丰田。 未来堪忧,机型式的增长模式对企业利润、品牌建设以及经销商发展有着很大的伤害。 南北丰田冷热不均在5月份的销量成绩单上,一气丰田突然挤掉了北京现代,一跃升至榜单第七位。 一风的逆袭很大程度上,要归功于本田的失忆。 之前的机油门事件让本田CRD、四域和雅阁等多款车型遭遇市场冷遇,也让消费者更倾向于丰田RAV4和卡罗拉。 数据显示,前5个月,一气丰田的累计销量接近30万辆,其中最畅销的三款车分别为卡罗拉、RAV4和威什,分别贡献了16.14万。 6.32万和3.06万,三者占整体的85%,而产品级别最高的丰田普拉多仅有1.24万辆进账,同比减少49%,丰田皇冠在优惠力度加大的基础上,虽然呈现出增长态势,但销量依然不足2万辆,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广汽丰田虽然在体量上不及一气丰田, 但其中高端车型均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,其中丰田汉兰达、凯美瑞以及凯美瑞混动联手贡献了10万辆,占整体比例的50%, 随着南北丰田中高端车型销量差距被拉大,一气丰田的经销商对此抱怨颇深,卡罗拉和RAV4承担着冲量任务,优惠完之后基本不盈利, 而利润空间更大的中高端车型,在店内基本卖不动,所以只能靠售后和厂家补贴政策维持经营, 一位经销商工作人员表示,事实上,这一危机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显现, 2015年,有媒体爆出一气丰田北京经销商,出现多家退网的窘境, 退网的原因,一方面是企业出现业绩大幅下滑,而更主要的就是经销商的经营困难, 最终一气丰田靠对经销商加大补贴,减少讨核,而稀释凝人, 但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困境始终没有解决,霸道失宠,皇冠退位对于一气丰田的流血式增长, 一位汽车分析师认为,主要因为企业在营销方面乏力, 中高端车型纷纷杀鱼而归,导致丰田将优势产品更倾向导入广气丰田旗下, 从而造成了一气丰田的恶性循环, 近几年,一气丰田旗下的兰德库鲁泽、瑞士、皇冠2.5LV6车型、 普拉多、2.7升车型均南逃停产的命运, 其中不排除丰田有意调整产品结构的因素, 但立下汉马功劳的瑞士停产, 一封营销不利难辞其咎, 自此也开启了凯美瑞独武的时代, 更令外界唏嘘的是, 有消息传出,皇冠保留的2.0T车型也将退市, 作为昔日C级车的王者, 在中国市场却蜕变成了青铜, 不能否认,皇冠始终都是一款口碑不错的车型, 但其国产之后,一气丰田抛弃了经典的2.5LV6发动机, 以及模糊的市场定位, 让其在豪华品牌与一线合资品牌的加基下没有了竞争优势, 这样的操作同样发生在了丰田普拉多霸道身上, 作为越野爱好者的神车, 之前需要加价提车, 如今也沦落到滞销的状态, 去年年底,一气丰田推出新改款的普拉多, 新车不仅取消了2.7升入门版的车型, 在仅剩的3.7升车型上也进行了减配, 从而导致今年以来, 霸道总裁的销量夭折, 面对众多中高端车型的退市, 一气丰田急需一款较好又较做的车型来支撑企业的发展, 据了解,一气丰田将在明年3月份, 推出一款名为亚洲龙的全新车型, 新车基于丰田最新的TNGA架构打造, 与全新凯美瑞共享平台, 但产品级别略高于后者, 只是,靠卡罗拉打天下的一气丰田, 似乎很难hold住皇冠的继承者, 面对不断失利的中高端市场, 丰田还会给一气多少机会, 眼下,行业正在达成一种共识, 作为最早开启合资时代的一气, 在后合资时代正在被同门兄弟赶超, 一气丰田还能坚持。